世界杯開羅,賭波博彩熱潮再起 有自稱是上市公司旗下的投資公司 就借機遊說市民投資減網上賭業 趣事是另一宗詐騙案 陳小姐70歲的媽媽 經朋友介紹參加邵瑞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資講座 他們聲稱得到大陸官方彩票公司 中國福利彩票授權 投資網上樂彩賭業 投資8萬元港幣 一年後每個月有5千元利潤 我聽了整個課談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投資 以及何時拿回錢 怎樣拿回錢 不過陳小姐的媽媽就心信不疑 已經投資了5千元美金 懷疑受騙 邵瑞逢星期二、五 在觀塘城運工業大廈舉行投資講座 不過職員見到陌生人都好避忌 要說到負責人的名字先放行 兩位樓貨賣樓行貸 政府覺得他還有很多空間 其實還有多些人可以買 所以他委託了一間 十方公司 只是上市公司的名字大派定心軟 佳兒再說賺錢大計 你買一些登記的五個花 先給我們的表東股份 即是說我放一部機 那時候月頭有10萬元 投注額 他就有5千元收 邵瑞的網頁除了告訴你 他發展、彩票 還有林默和奇權的投資 上市公司十方控股 在大陸媒體廣告商 發言人表明 邵瑞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 十方也沒有從事彩票業務 踢爆邵瑞大話連篇 負責人許漢傑面對質詢 他才說邵瑞和十方控股沒有關係 之後又改口風 我們已經將個案轉介給證監會 他們就說會調查事件 邵瑞作故事,哄客投資 投資者應該做足功課 小心不到暗政 我們已經將個案轉介給證監會